捕鱼神器,放在盒中收获满满,真是太好用了。 老大爷先是来到野外,用镰刀在丛林中扯下大量的藤蔓,盘成盘背起来就走,然后开始制作神器,把藤条上的叶子去掉,在地上围成圆圈,开始编织,没多久,圆网就织成了,将地上的木棍去掉,把一根粗大的藤条从中间劈开,紧接着再编织一块长方形的藤条,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。 大爷算年纪大,不过这技术依旧炉火纯青,随后把两块树网连在一起,一个圆形的牢笼便制作好了,现在才看清楚它的样子,还真是神奇,在旁边绑上两条长长的木头固定,捕鱼的工具就完工了。 抬着笼子来到河边,站边竖一根高高的木头,往笼里铺上一层枝叶,利用杠杆把木笼放在河里,第二天和孙子来查看收获,河里将木笼从河中捞起,里面果然有几条鱼村来窜去,看来它们已经彻底傻眼了,本来好好的房子突然怎么就没水了呢? 不得不说,大爷就是大爷,这补鱼神器真好用。 好